你講了很多在電台上合作的事 你有沒有試過在工作上 我覺得是高潮 因為有人塞錢入你的袋 要學到東西 有人工鬥 有節目做 低潮 真的很厭惡你的工作 不要說只是工作 生活也是 關係 人生不是很大 但我覺得40歲前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次很高潮 但也會有一兩件事 自己很懷疑自己的事 那幾下落是甚麼 第一下落一定是第一年入行 跟你合作那一年 但與你無關 亦與我這節目拍檔相關 我後來問很多人 第一年出來工作時 可能遇到這個問題 加上我火爆 我入行前讀書 我家境不是很差 我讀宿學校大 然後我在英國讀大學 我沒有想過身邊有這麼多好朋友 可能純粹是物以類聚 所以大家走在一起 很開心 原來大家互相遷就 當我面對新環境時 例如同事 全部都是新同事 他們不是我的朋友 他們沒有需要包容我 但我還用同一種態度 說話的方式 那時候也挺傳 出來工作 你便會面對很多朋友 他不需要給你面子 不是朋友 同事不需要給你面子 說你便說你 甚至不理會你 我想人生第一個低潮 我入行 我之前也有提過 也不介意說出來 等大家可以借鏡 我參加給全公司 不是 全節目部 當時是997 也討厭我的 討厭我的地步 是不想跟你在一起 覺得你很欺負 你又傳 態度又不好 幸好我遇到其中有一兩個 當時會當頭棒學的同事 當時會說我死仔 當時會覺得 甚麼事 但現在發現這幾個 才是最真心告訴我 當時我遇到的是甚麼問題 究竟人們為何討厭我 處理方法便比較低調 知道自己態度是這樣的 原來大家不接受 也更加尊重 我外面有小朋友 原來大家都包容我這麼多年 所以才造就我這麼討厭的性格 這是我第一年的低潮 我告訴大家 那一年 因為每個人都討厭我 當時的同事都討厭我 每天打算辭職 每天打算辭職 我的心態就是 做一年吧 CV 如果你不做一年 很難做 做一年 做滿一年後便可以 開始慢慢 人們對我的態度改變 可能會更好 這是人生出來的 我想除了態度不好之外 我自己覺得 其實當時有小心態 真的 說真的 家裏又不是差 又大學畢業 英文又不差 總之覺得自己的樣子很好 為何會發展為這樣 其實你是一個少爺仔 第一次打歌 把家裏那種少爺仔的性格 奧氣 帶進公司 有東西不順眼便便輸一個 家裏可以的 老闆來 搞錯了 但在公司上 不同人有不同的崗位 當時太正確 所以不能了解 而且自己也不習慣 除了全新崗位 有很多新同事認識之外 剛好你由一個學生 轉為一個全職工作人 我住在英國這麼多年 他回到香港 突然節奏好像不同了 各方面 我認為每件事都令到我 現在回想起來 好像瘋狂 這是其中一個低潮 第二個低潮 第一個低潮 就是紅毛多久 第二個呢 其實不可以說低潮 我覺得是現在 低潮不是賺不到錢 你沒有事業 不是這個低潮 我覺得好像你剛才所說 40歲之前 總會有很多上升 現在所謂思想上的低潮 就是我覺得 好像突破不了自己 我做了電台十幾年 其實什麼類型的節目 我都差不多做過 雖然花很多時間做早上節目 但很多形式都做過 什麼時段都差不多做過 私宜有很多表演 我也做過 電視或嘉賓 我也做過 你知不知道我前一陣子 那種低潮的感覺是怎樣 我賣到直播室 麥克風 不會害怕 總之我一開 即使我已經做好準備 我當然不會害怕 我會覺得 就算我沒有準備 我也不會覺得差 我儲了這麼多年課 就算我交行課幾次 人們都不會覺得 但我覺得這樣的思想是不好 我跟自己說不行 有這樣的想法 我去學習 學習和我工作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 也不是完全沒有關係 後來發覺有關係 我去學配音 我完全不懂配音 別想做過電台 六個廣告就是配音 不是那種配音 我去學那些 卡通片夾口型 或者電影夾口型 有一個老師專門教我 然後我坐在那個位置 看著電視 然後對著同一個咪 但我心跳得很厲害 我害怕到死 為何會這麼害怕 我害怕是否脫口 要數著嘴形 然後我跟自己說 原來是這件事 我不是在工作上再增值些什麼 或是欠些什麼 我不是 而是我想再令自己 不論在工作或在工作以外 是否多一些新鮮感 或者挑戰 那種學配音 的心勃勃跳 我到現在還記得 令我想起 可以談一個很短的題目 叫老油條 逐點 老屁股 當一個人做了那件事 二十多年 下面很多年輕人 他會發覺這樣也是這樣 年輕人聰明 不用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是教壞了很多新同事 電視台最多 因為我做了幾年電視台 真的靠你運 你跟得不好師傅 你學壞了知識 學壞習慣 對你整個人生的工作 都有很大的影響 你這個方法是好的 因為真的要尋求自己 你習慣了 你懶惰了 到你五十歲 拿到五萬元的工資 你走不了 你走不了 你不知去哪裡 真的 所以那一刻 我絕對沒有人跟我說過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覺得自己尚算勤力 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只有勤力賣點 沒有人說過我繼續做得不錯 各方面的節目 但那一刻覺得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只是這樣 譬如我做師爺 拿到德拉達稿 其實我很反映 很像這稿 立即可以上台說 但為何我沒有了那種 心跳的感覺 為何我上台不害怕 譬如我每年早音樂壇的頒獎禮 其實理論上是大叔 有八千多觀眾 為何我上台會沒有那種害怕的 害怕是應該有的 為何沒有呢 我就不問自己 我覺得低潮呢 你就是低潮 有沒有想過轉行 未來 說真的 我也做了電台 有做過電視 我有幸 幸好我做過電視 有開過自己公司 有很多事 我知道做電台 你不可以開甚麼開到老 可以了 Uncle Ray 你真的不要看相片 你要想想未來 有很多工作都是 你呢 有沒有去到十字路口 其實有的 我想我心靈上的低潮 就是覺得現在不錯 人工又不錯 生活又不錯 各方面都不錯 是否這樣就一世 我不知道這是中年危機 應該是 我相信 你有沒有想到專行 真心說 我沒有想過完全離開電台 只不過是否想多試其他東西 是否出去做辦公室 即是早上做完節目 即是早上做辦公室 又或者是 我知道自己買不到保險 所以不用想 但有其他的 是態度錯 永遠覺得自己做不到的事 反而我覺得是要嘗試一下 因為 我心跳明得 不要擔心自己 我也覺得我做不到保險 然後有一次有朋友說 你試一下吧 剛好那兩個月沒有工作 你做過嗎 我跟電視台斷了藥 你一同沒有 有很多固然單 我有幾個月沒有工作 你上課吧 你考牌吧 我不相信 我經常覺得自己不行 怎樣推銷人 不是買要讀財經的東西 考牌 考試 我其實有點鬥氣 我就去讀 我考試 我發覺後來 我想了很久 我沒有掛牌 我沒有做保險 但你又考了牌 我考了牌 我去保險公司 讀了課程 有什麼CFA 其實原來那件事 是訓練到自己 去開拓了一件 你覺得不行的事情 現在如果有一樣工作 要我去考牌 要我讀書 要我去負責財務的東西 我告訴你 我會起點給你休息 因為你有了 而且我知道 有很多事情 我經常覺得自己不行 但原來你是可以 我明白 我相信我考朋友一定會考到 因為我讀書不差 我懂得考試 你肯不肯做 我不想做 這是我不想做的 因為你有錢 不關事 神經病 有錢不用做 而且我不是有錢 你問我有沒有轉行 我想我轉行 不是想離開這行業 這行業 對我來說 今時今刻 我都覺得有樂趣 到現在我還有一團火 只不過是我想試 多一些 跟電台 甚至跟娛樂圈沒有關係 例如我會做什麼 我未必會去做 除了剛才我學配音 我會去參加文化 tour 例如中西區 有很多文化 tour 有錢或免費的都有 我專門去看 我希望自己不是公理之下 不是有原因地 我希望自己增值多些 隨時有什麼改變也好 隨時我自己心靈 我追求自己的滿足 會不會轉行 我不敢告訴你 我一般不會 想試多些是真的 但這刻做電台 也不是因為對著鏡頭 我還可以